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蒋介石看完相后 回来告诉陈几堂说 老蒋的脸上有一股死气 命不久矣 你赶紧起兵返蒋 不要让别人节足先登 陈几堂大喜 就与贵戏李宗人取得联系 准备联合返蒋 陈几堂在广东大造舆论 说要抗日就国 绝不学蒋介石让外币先安慰的政策 还称蒋介石是害群之马 自己要率将士为国家扫死残贼 蒋介石知道后 鼻子都快给气歪了 拍桌子大骂 陈几堂忘恩负义啊 要进行抗日宣传 最好找学生上街游行 可陈几堂经常搜刮百姓 镇压学生 哪还敢请学生上街 那怎么办呢 陈几堂灵激动 他让亲夫们带足了钱 遇到叫花子就美人发五毛钱 让他们上街喊反抗日的口号 展开全文叫花子看有钱传 笑得都合不拢嘴 纷纷按陈几堂的要求 沿街大喊反抗日的口号 闹剧还没结束呢 1936年5月底 陈几堂认为伙后到了 就召开了军官逝世大会 陈几堂站在台上 下令把蒋介石押上来 台下的人都惊呆着 蒋介石什么时候被活捉的 只见两个士兵从台下押上来一个人 绑在木桩上 大家仔细一看 原来是按蒋介石模样做的皮质甲人 胸前写的蒋介石的名字 更可笑的是 甲人的头还是凸凳 陈几堂还要求军官们上台 逐一宣誓 作备叛臣 总司令 投靠蒋介石 五雷轰顶 天诛地命 更可笑的是 大会快结束时 陈几堂从旁边拿出一把木剑 对着蒋介石的皮质甲人猛喊三下 说 让你让外壁先安慰 让你克扣老子军饷 让你发国难财 台下的人都看傻了 还有这种操作 1936年6月 著名的梁广事变爆发 陈几堂与贵系里宗人 白重洗联合反对蒋介石 出兵北上逃奖 没想到 两广的军队不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对手 被打得稀里哗啦 陈几堂见识不妙 只好逃到了香港避难 到了1941年 听说日军要进攻香港 蒋介石赶紧派飞机去接一批药员和王公贵系飞往重庆 蒋介石还不计前嫌 同意陈几堂上飞机 陈几堂带着老婆在飞机上找了个位置 还没等她坐稳 孔祥夕的女儿孔二小姐 带着一伙人和几条狗上了飞机 孔二小姐见陈几堂坐在座位上 指着她的鼻子说 捏下去 给我的狗让 坐 陈几堂大怒 说 知道老子是谁吗 蓝天王陈几堂 孔二小姐鼻的说 什么南天王北天王 我的狗没位置 你就得让坐 说完 孔二小姐硬是让人把陈几堂轰下了飞机 陈几堂没办法 只好带着老婆化了妆冒险逃到重庆 路上还差点被土匪绑了票 要多狼狈又多狼狈 逃到重庆后 蒋介石也没有为难她 还给她安排了个农林部长的职务 虽然没有什么失权 但也好歹有个体面的工作了 不过 当陈几堂向蒋介石提起 孔二小姐欺负她的事时 蒋介石却顾左右而言她 没有帮她出气 直到晚年时 陈几堂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说 我好歹也是南天王 恐二小姐这么横 蒋先生也不管不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蒋δ底 乐圆 我觉得我们还要来词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